主席能不能邀请我们国防部部长被选 委员好 部长好 部长我首先先确认一下 您今天的报告的题目是什么名字 能不能再请你附送一次 这个宪兵非法搜查事件报告 这是委员会要求我们以这个名目来写的报告 所以是委员会要求你写这样写的 好那我在这边 首先先请问你一个问题来说明 按照刚才你们几位相关人员的回答 这个案子在2月19号的时候 政战局收到这个情知 然后嘉宇调查嘛对不对 没错嘛对不对 然后2月19号调查之后 你们2月19号是不是就拿到公文了 没有公文 没有 机密的公文啊 你们什么时候取得的 3月3号 3月3号取得 你们什么去找 对不起报告员 我们是讲的是政战局这一部分 那宪兵队2月19号就取得了是不是 我们当天就取得了 取得了 那2月19到3月3号这段期间 宪兵队拥有这三份文件在做什么 2月26号就将这个资料的审定啊 送到 怎么样再讲一次 台北宪兵队在2月26号就把这个公文的审定的公文啊 包到我们宪兵指挥部 我们宪兵指挥部在3月3号的时候就已经送到保防安全处去做审任 那你们这个礼拜除了公文旅行之外 你们还有做什么事情吗 做全案的整理 全案的整理 所以你们把这三张公文整理 从这个台北宪兵队送到司令部 要从2月26号跑到2月26号 然后2月26号宪兵司令部 再送到 我们的政战局保防处是几月几号到的 3月3号 所以你们这个公文要跑这么久的时间啊 公文要跑这么久的时间啊 好 所以3月3号到达宪兵 到达政战局保防处做什么 做审任 审任什么东西 审任他的机密等级 审任他的机密等级 那今天是几号 今天3月7号 那3月3号开始审定 你们开过会了没有 报员 那这个机密审定今天可以完成 今天可以完成 今天可以完成 你们的机密审定的正式名称叫什么会议啊 因为因为他这一份文件啊 这一份文件是50 60年代的 那他是在国家机密公布施行 国家机密保护法公布施行之后 他两年之内没有经过合并程序 其实他就是解密了 那我们现在只是回一个公函给 给这个 给这个省民 所以就政战局保防处来讲 到底你有开那个机密审议委员会吗 这三份文件很单纯不需要 就不用开嘛 对不对 总算你讲了就良心化出来了 各位都听到了嘛 其实这三份的文件 送到我们政战局保防处的时候 一看就是五六零年代的公文就不需要嘛 部长你听到了吧 这就是专业的答案告诉你的 为什么要这样讲哦 早上我在这边咨询外交部部长的时候 外交部有个类似的案例 跟你们一样 也是在五六零年代的时候 有关于钓鱼台的相关公文 遗失了 然后呢 也被上网拍卖了 然后呢 陈列在对岸的上海 我也问了外交部部长 我问部长说 你们要不要派人去调查 部长说不需要 外交部长说呢 很简单 五六零年代的公文早就预期失效了 所以根本没有问题 连调查都不需要调查啦 我们知道 听懂意思了吧 这就是同样一个法律案件 国防部跟外交部 法律素养的差别啊 所以为什么刚才徐国王徐委员说 司法法治委员会 要把宪兵的所谓司法警察的身份 把它拿掉 部长你不会觉得很难过吗 当然会觉得这个事情 我们要从长计议 你不觉得很难过吗 你做一个国防部的部长 你的任内 你的所谓的宪兵队司法警察的身份 有可能会被拿走 你不在那边走啊 这很丢脸耶 为什么 因为你的部下 该有的法律常识都没有啊 该有的法律常识都没有啊 就是大家都公务员的心态啊 2月19号就已经取得公文了 还要来一个公文旅行一下 送到我们的宪兵司令部 在宪兵司令部3月3号才送到 我们的政战局的保防处 一看原来这根本就不需要 我问一下我们的政战局保防处 你公文回复给宪兵指挥部了没有 即便是不用审认 还是要完成一个牵缝合定的程序 所以现在的公文牵缝了没有 我们现在还没有牵缝 还没有牵缝 今天可以完成 今天可以完成 今天可以完成牵缝的程序 要牵到谁 部长 还是政战局局长 还是你就可以了 局长就可以了 那局长你今天牵完之后 就会把文发回去给宪兵司令部 宪兵司令就转给宪兵队 告诉大家说这全都是误会一场 是不是 没错啊 那麻烦你们也要把网路上 把这张公文公开可不可以 报言 那后续 我为什么叫你们把它公开 这也是让我们全国的国人都知道说 这件事情本来不应该发生的 本来不应该发生的 其实你自己去想一想 有点像是乌龙事件 可是就是我们相关的政府官员 脑袋不够清楚 法律饲碗不够 才会导致全国都在关心这件事情 导致说还有在司法法治委员会说 要把我们宪兵队司法警察身份给他拿掉 我都觉得要替你们感到难过才对 讲到这边为止 我再继续请教 你说到目前为止 你们初步的审视 是确认这个没有机密的必要 所以会签给局长之后 会发文给我们的政战局 发文给宪兵指挥部 宪兵指挥部再会给我们的宪兵队 所以宪兵队还没收到这个公文 所以到目前为止 你还不能确认这个案子 目前状况公文到底是重要 机密公文还是非机密公文 对不对 是不是 是吗 那我问你 那你为什么会在3月1号 接洽卫民 要给他用奖励金呢 为什么 包委员 我们当初在3月1号 跟卫民接洽 是希望能够他能够提供我们 有关这三份文件的来源 数量跟流效 我再问一下 要求去接洽卫民是谁决定的 就是3月1号再去是谁决定的 也是政战局局长 保防处处长 宪兵指挥官 还是宪兵队队长 这个部分的话是他们保防安全处 他们有签上来 那是说 保防安全处签上来的 是 保防安全处谁签的 是 保防官签的是不是 公文什么都没看到 你就先签了 你还没收到资料啊 你还没收到资料 你就可以先把内签一个公文说 我们要给他一个奖励金 你不觉得这逻辑就有问题了吗 你好歹要 照刚才我们保防处处长讲的 我们至少先看到这个公文的内容 才知道要继续追查的必要性啊 你这办案件不是这样侦查的吗 报委员这个奖金不是针对公文的内容 是针对这个案子我们希望他能够提供我们 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啊 你说你们按照的是陆海空军奖励条 第十二条第十项嘛 对不对 你知道第十项是有写什么 要不然念一次给大家听一下 第十项是什么 报委员这个资料没有带在手上 来啦打一下啦打一下 那里在相信啊 我给你讲 陆海空军第十二条 非陆海空军现役军人或非军事机关团体 有阻裂司机者予以奖励 你的第十条是什么你知道吗 尽力于有关军事工作 成绩优异者 这是成绩优异者 你们是这样认为的啊 我们的处长跟军长是这样认为的吗 然后 按照他的实行细则 或者是他同样的 第十三条 十三条你有没有看到 第三条里看到没有 非陆海空军现役军人或非军事机关团体 及外国人之奖励 由中央二级或相当二级以上机关 直辖市政府 直辖市议会县市政府或县市议会报国防部核定之 问一下部长 你有没有收到这个核定啊 报告委员 其实我刚刚跟您报告了 这个事要去了解到他 你有没有收到这个核定 这个事后我们都知道这些事 事后 他要先报核定你才能够给钱啊 你有没有收到这个核定 请你告诉我 3月1号以前 国防部有没有收到 我们总终转过来的核定公文啊 要核定这笔钱 要给他要核定嘛 对不对 是 有没有 我有了解这件事情 可是了解这个事情的真正的 不定 是 我叫你提公文出来哦 你3月1号以前 你有没有盖章的公文哦 我看公文 除非说你们又不按照陆海空军 讲义条例给的 还是我念做法条 第13条 是要转国防部核定之啊 他发这个奖金的目的哦 不是说去做封口 我没有说你封口 你自己讲的哦 我可从来没跟你讲 我是问你说 按照 你说你用第12条 第10项办理续讲嘛 对不对 第13条就规定 这个续讲要由国防部核定嘛 我才问你说 你3月11号前 国防部有没有核定的公文 有没有 我了解这个案子 他们说他们要去了解 核定的本来是 报告委员 那个核定是我们局里面核定的 可以吗 可以吗 有获得授权 在我的权责下是可以 政战局局长可以获得 国防部的核定这个 一万五千元的奖励金吗 你要不要也把公文公布一下 报委员 他那个我们的奖励金 有核判的权责啦 就是说有个标准 你几万块几万块 有啦我有看过那个规定 你要再看一下那个规定 那规定怎么写的 一万五千块的规定怎么写的 你要翻开来看看 你要不要翻出来看一下 部长 你这样越讲越露气哦 我跟你说 我跟你讲得很清楚 第十三条是这样规定 我是要给你部长 麻烦会后啊 你讲你们三月一号 要补 要给卫明的这个奖励金 一万五千元的公文 教育份过来 我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就我们的认知性应该是没有 至少我所知道国王部 按照这个规定是要给国王部核定啦 但国王部你并没有核定这件事情啊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说你按照陆海空军奖励第十二条 第十项 跟第十三项 这就有问题啦 这就有问题啦 然后再加上我刚才告诉你们的啊 就是说 你自己一直讲得很清楚 你们到目前为止 三月三号才收到文 才决定说这个不是机密的文件嘛 对啊 那我刚才讲外交部的处理方法 人家都可以这么处理掉了 你们国防部的处理方法 就跟人家完全不一样 法委员这个事情 我跟您报告就是说 这个整个啊 他最后的一个 他发这个钱 是为了去了解 后续还有没有东西 那我问你嘛 那如果要发这个钱 是不是规定是 他要先提报资料之后再发奖金 是不是 也没错啊 这能法 这能 我们的政策在这边 法务部政策啊 提供相关的资讯 提供完之后才有奖金吧 还是提供钱就有奖金 请问一下法务部次长 应该是提供资讯吧 他告诉我 提供资讯就有奖金啊 因为他没有提供 所以我们这个钱也没有发 所以你们说你们核定了奖金了嘛 所以你就说矛盾了啊 标准的作用是 他先提供了资讯之后 你们回来再内签给他奖金 这才是奖励金的规定啊 结果你们自己刚刚告诉我怎么样 你们告诉我说 你们还没有问过当事人 就先内签一个奖金 然后我们的政战局长说 我还代替了部长 做了这样的一个核定 然后我们去找了当事人 当事人玩具 所以我们没给钱 你的意思是这样嘛 所以这我们违法 以上谢谢